我看你是喜机而泣 清楚自己甩了一个备胎吧 是 你说的没有错 我是喜机而泣 是我的错 一切都是我的错 如果你是我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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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去看你 我看到你 我看你 我看你 有没有我们 逼你 我描写 我看看你 那么你 说那些人 还要聪明 你 怎么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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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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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一下 你总算回来了 你谈个恋爱能不能有点正行啊 我都快打110了 担心死了 我和郑融分手了 还有 我打算辞职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俩的爱情还靠他妈决定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办 如果是我 很简单呀 我不会像你这么怂的 我会直接告诉他 告诉他 对呀 他如果爱你的话 他一定会跟他妈妈做协调 但他如果听他妈妈的放弃你 那说明他根本就没那么爱你 只是小苏 你现在不明不白地跟他分手 也不给他一个理由 一个原因 这是折磨他 同时也折磨着你 小苏 我必须得告诉你 小苏 我必须得告诉你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在逃避 而且 你也不应该剥夺他选择的权利 爸爸 爸 医生说 您现在的情况 已经稳定些了 可是您还是要安心养病 多加注意点 您这种病啊 最怕在这儿复发了 我本来就没事 都是你们 一点小事就草木皆兵 是吗 那您要是老当意状的话 我看 雨天的事情 我就不用管了嘛 你敢 你要是敢走 我明天就回医院 你小子别想躲 特别是宇乐城这个项目 爸 我正想跟您聊这事呢 那个项目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也去做了实地的勘察 直去告诉我 这里头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担心那块地的权利 没有交个清楚 这种事情 就像个定时炸弹 你也知道 最害怕的 就是当项目进展到一半的时候 冷不丁给您来这么一处 到时候 咱们可就是前无粮草 后无救兵了 这个事啊 昨天你讲出来看我 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他正在解决呢 不碍事 他跟您说了 行 够快的 估计它是算准了 我要过来跟您告状 提前过来跟您报备 想让您来想我 你这是什么话 你爸爸在商场混了半辈子了 连谁中谁见都分不清了 我是就事论事啊 这事别论了 马上上马就行 雨晴啊 你呀 误会你讲书了 这么大一个项目 他本来可以自己做 他非让贤于你和林向远 这是给你们年轻人 扬名立万的机会 他这种兄弟啊 你得好好学学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受了委屈 你知道 我们家震荣是很孝顺的 难道你想让他 夹在我们中间左右为难吗 离开他 是你唯一的选择 老叔 是你 你你才能选择 你才能选择 你才能选择 是你才能选择 你才能选择 我得选择 怎么 现在管雨天了 谈生意到积极起来了 可不嘛 毕竟是我父亲的事 我能不伤心吗 快快快 没什么 对了 突然想起点事 你们先进去吧 等下吗完了 我就过来找你们 你先走吧 你喝酒了 我喝酒不管你的事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管不着我 想好了没有 打算什么时候跟正容和好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 怎么你们都听不懂呢 到底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不对 我们都疯了 杜晓苏 你凭什么 凭什么利用别人对你的信任 正容死心塌地地爱着你 你倒好 不懂得珍惜 还变本加厉地 践踏别人对你的爱 那你要我怎么样 我能怎么办 你告诉我 你以为我想让她痛苦吗 你以为我想伤害她吗 我愿意看见她难受吗 你还不愿意 宁愿跑到酒吧来喝酒 也不愿意去见她 你也不愿意去见她 杜小姐你还难过了 我看你是喜机而泣 庆祝自己甩了一个备胎吧 我看你是喜机而泣 是 你说的没有错 我是喜机而泣 是我的错 我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闯进你们的生活 我放过了邵振荣 你是不是也应该饶了我 雷总 墙扭得瓜不甜 雷总你不明白吗 邵振荣 你不明白吗 只走好了 师主 邵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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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参加医疗队去云南了 那我们岂不是很久见不到你 应该是吧 那邵医生 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啊 我的包呢 我的包呢 邵医生下班了 拜拜 拜拜 早点休息吧 回去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喂 你好 喂 小苏 杜奥苏女士的包落在我的车上了 您能找到她吗 您找杜小苏 把这包落在我的车上了 我的包落在车上了 我进不去吗